對 有人說我有齊花美藍的調點 美妮,你看看是否真的 皮膚白淨,身材修長,五官鮮明 不過我總是差一點 差一點甚麼 我又想不到差一點甚麼 不過算了,花美藍的花期很短 我想一直漂亮下去 對 但鮮花就有辦法,你想知道 我以為是花美藍的 先說,鮮花放久一點 人心靜好一點 人漂亮,花漂亮相贏 不如請教一下Solomon 好 其實大部分的剪花 在植物上和剪下來的時間 其實都是差不多 有時在植物上的花 其實的壽命都是大概一個星期 所以我們剪下來 如果保養得宜的話 隨時放在水裡更加耐熱 Solomon,其實現在夏天很熱 花會否也受不了熱過濃 其實夏天對花來說 也不是太好 不過其實也有很多方法 可以令花長久一點 你說夏天會這麼好 即是原來冷一定會好一點 那讓它吹冷氣會否更加耐熱 例如掌、天堂鳥 其實可以放久一點 不過一般我們很喜歡玫瑰、收球 那些花 如果你放冷氣 其實是好一點的 其實我們平日常打這些花 怎樣可以令它看起來更漂亮 即美感更厲害 對,其實花基本上 我們可以分開幾類 有四類的花 我們處理的方法也不同 尤其是夏天 如果我們把握得好 就會長久一點 那不如介紹一下 是否有不同的種類 就有不同的耐擺的方法 對,首先我們試試看看 譬如說這個壽球 這個壽球的花是木本的花 木本的花很容易看 就是你看到那個框 是像一根木,一根木球 粗細一點,硬一點 對,像一根木 我們處理的方法 其實一定要把它剪掉 以及把它的腳破開 然後再放進深的水裡才行 我們平日是斜剪掉的 但你這樣破破是甚麼意思 對,因為其實有木頭、木質的花 通常它的皮是不吸水的 所以你這樣斜剪 一般花,譬如玫瑰 你可以這樣斜剪 但如果木頭的花 一定要這樣破開它 所以蓋水的表面會比較大 而且記得,加進水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些折折的頸 折折的頸 水一定要不要只在這一節之下 要在一個折上面才行 這麼講究? 對,因為每一個折折 就好像會少許水壓… 所以最重要是浸水夠深 以及盡量讓葉子不需要的話 盡量把它剪掉 不要拿太多的營養 對,所以授求就可以這樣做 因為授求夏天的花很漂亮 對 另外一種就是我們經常會用的 一些草花 夏天可能你想感覺清新一點 很多綠色 我們就會用草 最好的方法就是剪斷了之後 然後也是斜剪 也是斜剪 對 然後就可以這樣 蘸到白醋裡 大概三秒鐘 然後再拿出來 然後再插進花瓶裡 就會耐用很多 我真的聽過有人說 放醋、糖、酒等等 原來真的可以 對,但尤其是這些草花 通常蘸了白醋才放進瓶裡 就會耐用很多 但每日隔幾天換水 是否要重複這個步驟 也不用 其實是剛開始 你買在花店或是在花店 買回來的時候 第一次保養的時候 如果開始得好 它就會耐用很多 好 接著呢 我手上的藍星花 其實在市場上 又會看到葉上花的東西 又或者聖誕節 你會看到聖誕花 其實那些剪掉的腳 都會有白色的汁液流出來 有時候這些白色的汁液 會令人皮膚敏感 所以大家要小心處理 但如果你想令它長久一點 我們就需要用火機 把火在這裡彈 彈至白色的汁液沒有了 或是燒乾了之後 而且腳開始起泡 起泡 起泡 然後就可以了 為何要這樣做 因為白色的汁液 會不斷流進瓶的水裡 一到這麼早 尤其是夏天 會整瓶水變成一瓶奶 不然其實是阿婆 對,會令其他花死得很快 所以如果要用這麼漂亮的藍色花 一定要燒掉腳才行 即是分成這樣 對,凡是有白色汁液的汁液出來 第一,要小心皮膚敏感 第二,一定要用火燒掉 然後才會把其他花放在一起 這很重要 但絕大部分絕白碗的花 例如我那些玫瑰 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剪刀或一把刀 在這地方切開 越斜越好… 有些朋友說45度 其實我是說可以塞斜一點 差不多… 好像水直… 直角那樣… 令到吸水的面 會越來越大 其實90%的花 我們都是這樣做 其實它就會長久了 嗯… 其實我知道 很多人有防腐劑 花有沒有防腐劑呢 有,其實花有很多種方法 令到它延長生命 尤其是放在水上 第一,我們千萬不要用熱水 最重要是放涼的水 而且在水中加冰 冰水會令花清醒 這個程序我們叫醒花 即是整醒花 譬如你在市場買的花 我們要令它醒醒 之後換的水也是要用冰水 儘量不要太熱的水就可以了 而且我們會加入一包包的花粉 譬如你在花市場會有些花粉 一包花粉大概一升水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可以怎樣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聽到 可能加點糖、頭痛藥 加點… 加點酒就聽到 加點酒 或者加點銀子 其實也可以 是否甚麼花都可以加 對 但其實有個秘方 這個又是甚麼 這個就是頭痛藥 其實你需要加的 例如我有一瓶 例如我這裡有一個瓶 這個瓶大概是一升 一升鬆一點的瓶 一升的份量就是半粒頭痛藥硬碎 然後加三分一茶匙的糖 然後再加一點漂白水 就等於一包保鮮劑的份量 其實你喜歡的話 可以加多一點漂白水 漂白水就是殺菌 其他兩樣東西就給花營養 但是你一換水 又要由頭來過 又要再做過 原來植物也有防腐劑 對 很足夠 可以令它輕鬆一點 那這種花又可以怎樣補 因為我覺得 其實很容易花粒會 不斷地散下來 對… 這個洋蔥花很有趣 它買回來時 有時會不斷地掉那些粒粒 對,這樣散下來 其實你可以這樣做 拿回來時,你把它這樣拼著 那些粒粒在垃圾袋裡拼著 那些粒粒就會掉下來 不然會掉下來 會掉下來嗎 不會,其實那些是花粉 不是花瓣 然後你把那些… 看到嗎? 剛才睡覺的頭髮 塗上那些… 要換掉它 我真的不懂 對,按下它 這個圓形就是這樣出來 因為其實每一枝花的長度一樣 所以它就會變成一個波波 那其實是否每天都要拿出來 這樣拼著它 對,其實每天你這樣拼一拼 它就會更加多 大概兩個星期左右可以的 我想問,其實除了桌面 有這麼多不同的花 我還留意到這個 像整個保護罩一樣 其實是用來做甚麼 對,這個保護罩 其實你可以把它裝滿水 當你收頭 如果借了的時候 把它倒轉,倒進去 倒進去倒頭 然後灑它三個小時 你就會看著它 慢慢變成一個漲漲漲的壽球 那不如這個時候 Solomon 你和天佑一起 示範做一個美麗花給我們看看 可以 Solomon,這次我們這個作品 你會用多少種不同的花呢 對,我們有好幾種不同的花 一般來說 我們會有時插玫瑰 大家都以為一定要用一條框 一起插下去 其實有時花,你想它比較短 其實你可以剪至這麼短 這樣會用來刮嗎 不像 對,其實一般來說 尤其是玫瑰花 框越短越沒有葉 甚至花的水 差不多來到那個托 這樣浮在水裡 基本上可以10至14天 所以你一買回來就立刻剪掉 其實也不用,你可以一邊剪一邊剪 越剪越短 對,越剪越短 譬如你長的時候 你買回來 可能放兩天 然後你就可以越剪越短 到最後你就可以像我現在這樣 你也可以一起插 我們將它浮下去 但因為我們要浮著 水很難換 所以我們記得要加一點保鮮劑 或者加多一點漂白水都可以 這個就是紅木 這個其實你在任何花市場都可以買 這個材料很有趣 你碰到水 它會在這些鴉子裡 會出一些葉 或者你完全不理會它 就像我這樣 把它卡在瓶口裡 它也很軟 因為瓶口這麼大 我們可以用紅木去卡住 當我托的樣子 對,你稍後可以剛好 把花卡住了 這個做法其實也挺環保 而且不需要花泥 或者不需要用一些很特別的材料 而且這個材料很有趣 到最後你可以拿出來種 所以… 因為會碰水再做營業 對… 南無基本上的架構 我們已經做好了 然後上面會加入蔥花 這個蔥花有份量 一般來說就是這樣 要先繩花 繩花… 要把它轉一轉 你看到桌面的粒粒已經掉下來了 然後我們剪了腳 就盡量卡在剛才紅木的中間 它就剛好可以放在中間 南無也可以試一下 我們那個框 最重要就是錯落有漬 最好有不同的長度 如果四枝都一模一樣 那就不太漂亮了 南無基本上你家居這樣放 其實樣子已經很漂亮 很有美感 但我想有不同的花材 在一個作品上 那如果保鮮方面 應該怎樣去做一個統一 保鮮方面 其實最重要就是水那樣東西 水呢 我們最重要就是殺菌 因為夏天高溫 所以我們盡量可以放… 之前我們就說 可能放幾滴漂白水 如果夏天 如果大家不開冷氣的話 可以放多一點 甚至三分一殼都可以 那好了 我現在就再加入我這個叫大眼雀梅 好可愛 我看過這種 對 這個花其實也非常耐用 其實處理方法 跟洋蔥差不多 都盡量剪斜腳 還有可以放進深一點的水 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作品就做好了 很隨意才能做到層次的水 但很有美感 對,很現代 很適合在家裡放 夏天 你可以放多久 這個最重要都是水 如果我們這樣處理得好的話 大概十天左右是沒問題的 即是不再需要拿壺去噴一噴 也不需要 甚至你可以開冷氣 適冷氣 其實也不會對它有影響 今天謝謝蘇勒曼 為我們介紹這款的作品 謝謝你 花美男